上期主要分享了温溜学 本期将分享守阳明大长经八与九学 下连学 上连学 上下指高低前后 连指边缘冷于壁则 学在前臂边缘有冷于之壁则处也 连者前臂上段壁则隆起之相也 真就假已经 对于上连学和下连学有详细的描述 上连学位于守阳明大长经 具体位置在前臂背面饶侧 当阳西学与曲齿学连线上 肘横纹下4.5寸处 这个学位的主制功效包括 缓解和治疗手臂疼痛麻木 居卵等症状 对于改善手部功能具有重要作用 下连学位于守太阴肺精 具体位置在手拇指饶侧支架脚旁0.1寸处 这个学位的主制功效包括 缓解和治疗手臂疼痛麻木 总结了未尽以前的针灸学成就 吸收了素问真经 明堂孔学针灸制药的精华 删其扶辞除其重复 做了十分繁重的选材整理工作 并加入了自己的实践经验而铸成 针灸甲已经全书 共12卷 128篇卷1至卷6为中医 基本理论和针灸基础知识 卷7至卷12临床治疗部分 包括各种疾病的病因 病激症状和数学主制 倦意主要论述人的生理功能 以及脏腑与肢体无关的关系 这部著作是我国现存最早的一部针灸专书 对于针灸学的发展 具有重要的推动作用 上连学和下连学在中医学中 被认为具有很多作用与功效 上连学是首扬名大长经的学位之一 位于前臂背面饶测当阳西学与趋持学连线上 肘横纹下4.5寸处 上连学的主制功效包括 缓解和治疗手臂疼痛麻木 居卵等症状 改善手部功能 促进手臂部血液循环 帮助治疗颈尖疼痛 下连学是手太阴费精的学位之一 位于手拇指饶测支架脚旁0.1寸处 下连学的主制功效包括 缓解和治疗手臂疼痛麻木 居卵等症状 改善手部功能 促进手部血液循环 帮助治疗咳嗽 喘息咽喉疼痛等肺细病症 对治疗胸部疼痛有一定的缓解作用 需要注意的是 针灸治疗需要专业医生进行 非专业人士请勿尝试 上连学和下连学的具体治疗方法 主要包括针灸 按摩和爱久等 下面分别介绍这几种方法的操作步骤 针灸 一 选学 选取上连学和下连学 作为主要治疗学位 上连学位于前臂背面饶测 当阳溪学与曲齿学连线上 肘横纹下4.5寸处 下连学位于手拇指饶测支架脚旁 0.1寸处 2.消毒 在使用针灸针刺学位前 首先对学位局部进行消毒处理 避免感染 3.针刺 将针灸针刺入学位 深度约1到2厘米 根据患者的病情和体质 进行适当的粘转和提插手法 针灸治疗过程中 患者可能会感到酸胀麻胀等 这些都是正常的反应 4.留针 针灸针刺入穴位后需要留针一段时间 一般为10到20分钟 留针期间可以适时进行粘转和提插手法 以加强治疗效果 5.拔针 留针结束后缓慢拔出针灸针 并用消毒棉球按压针孔防止出血 按摩 1.选学 选取上连学和下连学作为主要治疗学位 2.定位 上连学位于前臂背面绕侧 当阳溪学与曲齿学连线上肘横纹下4.5寸处 下连学位于手拇指绕侧支架脚旁0.1寸处 3.按摩手法 用手指指腹或指关节按压学位 力度适中 以患者能承受为宜 每次按摩持续约1到2分钟 每天按摩2到3次 爱酒 1.选学 选取上连学和下连学作为主要治疗学位 2.准备艾条 购买质量好的艾条 将艾条的一端点燃 3.爱酒手法 将点燃的艾条对准上连学和下连 学距离学位约2到3厘米进行温和酒 每次爱酒约10到15分钟 每天爱酒一次 需要注意的是针酒按摩和爱酒等治疗方法都需要在专业医生的指导下进行 非专业人士请勿尝试 上连学和下连学配合中草药的使用 主要需要根据具体的病症来进行 以下是一些可能的配合方法 如果是治疗手臂疼痛麻木 居卵等症状 可以配合一些具有活血化瘀 赎金活络作用的中草药 如红花 当归 穿胸 单身等 如果是治疗颈尖疼痛 可以配合一些具有趋风湿 活血止痛作用的中草药 如桂枝穿胸 红花 乳香 墨药等 如果是治疗咳嗽 喘息等肺细病症 可以配合一些具有润肺止咳 化痰平喘作用的中草药 如治甘草 杏仁 穿背 枇杷叶等 上连学和下连学的日常保健 可以通过按摩 爱酒等方式 进行以下是一些具体的方法 按摩 用拇指或食指指腹 按压上连学和下连学 每次按摩约1到2分钟 每天按摩2到3次 按摩时 要注意力度适中 以产生酸胀感为宜 避免用力过猛 导致损伤 爱酒 购买质量好的爱条 将爱条的一端点燃 将点燃的爱条 对准上连学和下连学 距离学位约2到3厘米 进行温和酒 每次爱酒 约10到15分钟 每天爱酒一次 刮砂 使用刮砂板 先涂抹适量的刮砂油 或润滑剂 然后从上连学 向下连学的方向刮室 刮砂时 要注意力度适中 以产生酸胀感为宜 避免用力过猛 导致损伤 拔罐 使用火罐或真空罐 在上连学和下连学的位置上 进行拔罐疗法 每次拔罐约10到15分钟 每周进行1到2次 热敷 使用热水袋或热毛巾 在上连学和下连学的位置 进行热敷 每次热敷 约15到20分钟 每天进行1到2次 通过以上方法 进行日常保健 可以有效缓解手臂疼痛麻木 居卵等症状 改善手部功能 促进手臂部血液循环 下期将分享 首阳明大肠精实 首三理学 做着怀旧的树洞 日常分享人体微观结构 经络疏通条理 觉得有所帮助和了解的朋友们 欢迎点赞转发关注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